第1391章 战天斗地 永不服输 司命与藏灵神王心头大振 中月所施展的神通正是四面神的一念万界生 用一念万界生来破一念万界生 着实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不过他们还是看出些许玄机 中月的一念万界生并非是以混沌为根基 而是以空间大道为根基 与四面神的一念万界生还是有根本上的区别 四面神是混沌化界 将混沌化作万般世界 于世界中轮回 而中月却是空间大道化作万界 以空间为雨 是时光为昼 以神末为太极 少阴少阳太阴太阳为四相 以天地风为水火山子为八卦 支撑起一个个世界 演化雄奇宇宙 分为万界 同一种神通 不同的表现 双方的造诣深浅可见一般 中月的一念万界生还是远不如四面神 不过四面神并不在此地 它留在帝师的十海中的 只是一个念头 而中月却是真身在此 帝师体内传来噼里啪啦的爆响 一个个世界湮灭 被中月以一念万界生所搅碎 但是每一个世界中的残魂 却被中月保护起来 没有毁在世界湮灭的爆炸中 中月只见一阵 将四面神的恶念碾灭 我还是说了 他叹了口气 收回点在帝师眉心的手指 道 我的一念万界生 还是远非四面神的敌手 不得不动用七道轮回 被四面神探知到 我的一部分修为静静 还好只是一部分 私命催动往生轮 巨大的往生神器转动 将帝师体内的残魂残魄 吸入往生轮之中 逆转轮回 与此同时 藏灵神王立刻催动归藏大道 洗去残魂残魄中的分杂记忆 努力回溯本源 过了两久 两人都是松了口气 各自收手 那帝师周身滚滚的怒火 渐渐平息下来 也不再挣扎 正正地看着中月与私命 道 福西 中月散去七道轮回封印 笑道 道友终于醒了 战斗 那帝师起身 杀气腾腾 守护福西 战斗 中月与私命对视一眼 私命道 执念所生 灵志未开 中月点头 道 灵志未开 需要从头教导 估计十多年时间 便会让他灵志开启 却在此时 一道不灭神时 浩浩荡荡 从虚空界射来 涌入帝师的脑海之中 那帝师顿时看到 帝纪时代父王 一尊尊福西大帝之灵 从虚空界降临 与敌人厮杀的情形 接着朱棣遭遇 天外而来的存在的绞杀 残魂残灵 在不灭神时的呼唤下 进入地藏天 一尊尊大帝的残尸 如同漂浮的陆地飞来 落在地藏天中 化作一座座悲凉的坟种 数百尊大帝的记忆 如同潮水般涌来 让这尊帝师 突然泪如雨下 福西 战斗 他眼中的泪水燃烧 高声叫道 叫声却渐低了 战斗 继续战斗 即便死了 也要为我们的族人再战 熊熊怒火 焚我残躯 焚我残魂 战斗啊 战天斗地 从未服输 钟月点在他的眉心 让他安静下来 徐徐道 你是我历代福西大帝的 残魂残破 和残尸孕育而生 生就带着焚尸的怒火 生于地藏天 生于朱地残躯之中 你不是福西 也是福西 我赐你信地 纪念战死的朱地 赐你名叫焚天 战天斗地 那尊帝师福身 道 谢福西 钟月起身 道 四面神察觉到我的修为静静 但是只是亏一般 他不知道我的根底 不敢直接动手 不过估计他也不会安分 还会再次试探 藏灵 司命 你们都需得小心一些 你们镇守着轮回第七区 至关重要的地方 不容有失 藏灵 你距离天庭最远 我让地焚天助你 藏灵乘事 地犯天 你刚刚出事 藏灵会教你轮回藏区的大道规则 也会教你七道轮回的奥妙 让你跟上时代 你要用心修行 今后有你大放一彩的时候 钟月继续道 司命 你守住祖庭背面 不得轻易离开 司命点头 淡然道 有我在 你大可以放心 钟月离开轮回藏区 返回天庭 总算知道地月的修为 到了何种地步了 古老宇宙 一片天穷流动 三十天到至宝高悬空中 屏蔽一切大道感应 天穷下 诸多神王身躯 伟岸巍峨 四面神居首 呵呵笑道 地月果然厉害 用我的一念万界声 来破我的一念万界声 不过他再狡猾 也许得露出真本事 天穷晃动 一滴巨大的江液低落下来 落地化作无面神人 道 道兄 地月的七道轮 回到了何种程度 他的七道轮回 没有走成速轮回 而是走空间轮回 因此可以施展出 我的一念万界声 但是学我者 永远也比不上我 四面神笑道 他的七道轮回 已经不足为律 其空间轮回修炼到极致 也就是一念万界声 在这一条道路上 他已经不可能超过我 我修成七道轮回 他便必败无疑 现在所虑的是 大义统神通 诸多神王心神大定 天也是松了口气 笑道 论空间神通 谁能跳出混沌 道兄 地月修炼空间七道轮回 却是要被你 吃得死死的 你才当真是胜券在握 道兄可以放心纵容地月 安心养鱼 让更多的大地成长起来 方便我们收望 只是我的事情 四面神呵呵笑道 天 你的心思我都明白 你无非是想夺取钱都 那就顺了你的意 让你夺取钱都 成为真正的天 天含笑不语 钱都并非他最大的目标 他最大的目标 还是风啸忠 不过这件事 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告诉四面神 东 突然有鼓声传来 侵入这片天穷 天空被染成黑色 只见黑光中黑地降临 从空中落下 向四面神剑里 道 我带来我师尊之意 诸多神王肃然 连忙正容倾听 华须复生 与混沌来客站于虚空外 华须阴毒 诸位须得仔细小心 黑地道 华须被我师尊重创 又被混沌来客所伤 短时间内难以复原 不过华须雷则联手 极为棘手 不容不防 四面神动容 师生道 混沌来客 竟然还有混沌来客 黑地沉声道 我师尊已经去与混沌来客相会 想要知其想法 探知其来历 不日之后便会有消息传来 四面神面色阴晴不定 他也是混沌来客 原本以为自己独一无二 不过后来出现一个混沌帝 让他很是警觉 好在混沌帝不问世事 从来不干涉世俗 让他松了口气 而现在居然又冒出一个混沌来客 混沌来客的本事 他最是清楚 可能是一大变数 这个混沌来客 击伤华须娘娘 多半可以与我们联手 不过他的真正目的 的确要好好盘查一番 而在此时 那混沌神人 击退华须娘娘和神后娘娘 身躯向道界引去 却没有踏入道界之门 而是守在门外 潜心修炼 突然 只听一个声音笑道 道友神通广大 敢问为何要阻止华须与神后 那混沌神人寻声看去 却见起源神王满面春风 走上前来 与他对面而坐 原来是起源道友 那尊混沌神人 笼罩面目的光芒 微微晃动 可笑道 我见过道友 似甲非甲 似真非真 我看不惯华须与神后的 所作所为 自然要阻止 起源神王目光闪动 笑道 大家都想浑水摸鱼 水越浑 越有大鱼越出水面 道友 我以真面目见你 你何不以真面目见我 那混沌神人 笼罩面目的神光 突然层层退去 露出与起源神王 一模一样的面目 笑道 道友 你冒充我的面目 又来误我 起源神王 呵呵笑道 有趣 既然道友不打算 以真面目见我 那么我可否问问道友 都有什么打算 那混沌神人 淡然道 除掉地狱 起源神王心中微动 笑道 何以除之 你们打头阵 我收获果实 起源神王 哈哈大笑 道 好算盘 道友倘若 能以真面目见我 我倒可以让道友 进入道界 道友曾经硬闯道界 而被打了出来 想来对道界很有想法 不知这个提议如何 混沌何来的真面目 那混沌神人 突然化作大司命 四面都是正面 笑道 我自混沌中诞生 哪里来的真面目 道友 我是要打入道界 而不是被请入道界 你请我进入道界 我岂不是也要落入道神陷阱之中 起源神王危坐 笑道 那么我就在这里 坐着 看看道友如何打入道界 那混沌神人 突然面目 又被重重神光笼罩 戴然道 大司命来了 你不走吗 那起源神王吃了一惊 急忙化作一道光芒盾去 消失不见 过了片刻 大司命守托生命古树走来 树下站着起源神王等一众神王 混沌道友 大司命落座下来 打凉道界之门一眼 不急不许道 我们是否见过 见过 那混沌神人笑道 大司命诞生之时 我率领诸多混沌礼赞 大司命心头微震 手中生命古树之夜 缩缩抖动 既然如此 不打脚了 大司命起身 拖起古树远去 树下的那位起源神王纳闷 询问道 大司命 为何没有问他来历 他与华须相争 说不定会是我们的元首 当年雷泽与华须 四处与大司命作对 福西 燕姿都与他们有关 不得不防啊 大司命摇头 道 不必问了 我有个想法 混沌可能是来拨乱反正的 若是如我所猜 那后果就非常可怕 第1392章 轮回天球 拨乱反正 起源神王等人都是微微一正 怎么拨乱反正 混沌超然事外 比道神还要超然 他们的拨乱反正 是让时间回归正轨 强大的生灵 荡起了时间的连衣 浑浊了未来的时空 让混沌无法踏足未来 那么拨乱反正 就是让时间再次清澈 让混沌们 可以遨游过去未来 不必再被困住 这就有疑问了 未来何时变得浑浊 浑浊因谁而起 别人不知 大司命心知肚明 当年是他一手 打碎了中月的未来地心 改变了时间的轨迹 让中月从已知变成了未知 中月掀起的动静越大 他在时间中造成的涟漪越大 影响的人和物变越广 他的身边人也被他影响 无论敌友 其未来都在前一末化中改变 终于变成了混沌 就如同清澈的一缸水中 滴了一滴墨 这滴墨渐渐扩洒 终于污染了整缸水 而中月就是那滴漆黑无比的墨汁 大司命则是滴墨的人 拨乱反正 是除掉滴墨的人 还是除掉黑墨汁 混沌是不可能撒谎的 无论是混沌帝还是四面神 都不曾撒过谎 而这宗混沌 也不可能撒谎骗我 大司命看着掌心中的起源 奉天等人 道 将来 我需要他为我对付地狱 地狱 有雷泽 华须 这两个我的老对头在身边 将来必然会被他们蛊惑对我下手 我不能不防 诸多神王赞叹 道 大司命圣鸣 起源神王孝道 后天圣灵与我们 终究不是一路 不可太过于信任 不过这个混沌 还需要好生探查一番 倘若他撒谎的话 大司命摇头 混沌不会撒谎 天庭 云卷书以天地之命 召集各族首脑 于天庭一世 定下各族的虚空神灵下界的名额 顿时朝堂上下一片哗然 虚空界神灵下界 绝对是一件大事 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多 各族虚空界神灵存在多少 下界多少 转世到何族 谁来控制轮回 都将是关系到种族命运的大事 忠越回到天庭时 各族还在吵个不停 即便是云卷书这样的智者 也被吵得头大如斗 忠越直接坐在地位上 朝堂上的吵闹 便慢慢平息下来 过了片刻 寂静无声 没有一丝声响 各族神灵下界 干系重大 关系虚空界的生死存亡 云城湘与内阁诸老 已经定下各族名额 正义首肯 忠越环士一周 面无表情道 此事不必在意 说吧 起身而去 朝堂下议论声在起 嗡嗡作响 但是无人胆敢出头 违背天地的金口预言 这一招天地非凡 帝威厚重压过苍天 不为天子 而为天皇帝 镇压先天神圣 让天也不敢露头 其帝威之重 让各族都有些战战兢兢 云卷疏松了口气 笑道 陛下放心 臣一定伴得妥妥当当 诸君 咱们今日便确定 各族转世的神灵名字和份额 忠越走出朝堂 只见一艘艘巨大的天船 在天庭宝库中穿梭 搬运无数神经神料 运往天庭造复宫 打造轮回天球 风啸中 明依等地与浑沛宇 凤明山 七长庚等千余尊新一代的大帝 正在意识 商议轮回天球的炼制方法 轮回天球拥有什么功用 需要烙印何种大道图腾 和先天道文 雷泽古神 华须娘娘 神后娘娘 前都神王和相王 天玄等一众神王也被请来 一起参严 千余尊大帝 与诸多古神王一起 合力合谋 打造地朝的第一个重器 场面何等隆重壮观 只有一统诸介的天地 才能拥有如此大的能量 将诸地聚集在一起 打造出镇压天下气运的重器 当年浮明道尊时代 出现过这样宏大的场面 而今这种场面再次出现 令明一帝也胆慨万千 中越来到造福宫之后 众人见礼 又各自落座下来 继续研讨 轮回天球 当掌控七道轮回 六界轮回 方能奠定不义的江山 其中需要七道轮回上的见解 这一点有封道尊来把关 不在话下 前都神王道 天道轮回上 有我和陛下 也不在话下 唯独六界轮回 需要轮回第七区的见解 需得请来往生娘娘 葬灵神王 但他们对轮回第七区的见解 也是不足以打造轮回天球 即便加上陛下 也难以完善 雷则古神道 其中最大的困难 便是道戒 虽说轮回大一统 道戒也被纳入六界轮回之中 但是道戒的道深奥难解 恐怕轮回天球打造成功 也会缺失一环 华须娘娘对目前的天地大道的变化 还是了解不深 没有插话 神后娘娘道 轮回第七区的大道 我们朱棣还是没有参无透彻 因此 轮回天球缺失的 恐怕不止一环 这件重器 即使打造成功 也不会完美 朱棣纷纷点头 云卷书指 是抛出了打造轮回天球的想法 想要打造出一口 能够掌控六界大道 六界轮回 和七道轮回的重器 镇压地朝的气韵 掌控轮回 他在这上面的造诣 远不如朱棣 想法虽好 但是实施起来 却困难万分 轮回天球牵扯到的细节太多 就算是集合朱棣 诸神王的智慧 也很难练地完美 始终会留下缺憾 倘若有一尊道神在 那就好了 杨猴探导 钟月看向华须娘娘 华须娘娘会议 对于道界的大道 我有些见解 但是因为 我未能成为道神 见解不深 只能弥补少许 让缺憾少一些 总好过缺失一环 钟月笑道 我两千年 参悟道界大道霞光 也有所领悟 道也可以弥补一些 朱棣商讨 过了六十年 这才将轮回天球的 大致形态确定 几乎穷尽了千余尊 大帝和神王的智慧 期间又有几十尊 新帝诞生 也被请来一起参严 集合他们的智慧 造福宫上空 朱棣大道文领弥漫 渐渐勾连 组成一个巨大的宇宙天球 其中显现出六界的虚影 又有七道轮回 将六界串在一起 形成轮回体系 朱棣都是大松一口气 纷纷起身 笑道 现在可以练宝了 慈宝想要练成 估计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才能办到 中越也是输了口气 云卷输的点子多 一个轮回天球的点子 让他们这些存在 枯作六十年 才能勉强定型 而练出轮回天球 则还需要朱棣 一起努力千百年 陛下留步 华须娘娘换住他 两人并肩而行 华须娘娘回头扫了朱棣一眼 道 我从陛下的神朝气象 又看到了当年的 道尊神朝的气象 不禁有些感慨 想要说给陛下 中越心中微动 道 娘娘请说 好战则亡 望战必危 陛下的地朝气象万千 朱棣曾出 每隔几年 便有一尊大地诞生 着实是兴旺 而陛下勒令各族虚空界的 神灵下界 缓解虚空界之威 也会让道法大昌大星 这些转世的神魔 也会多出些许大帝 创造出一个 无比兴盛的时代 华须娘娘顿了顿 道 然后呢 中越停步 侧头看她 华须娘娘也停下来 道 然后 朱棣越来越多 你的地朝越来越稳固 再也没有战事爆发 再也没有敌人 可以供你的地朝历练 那时将不会再有新地诞生 再过八万年 朱棣老了 气血枯败 地朝盛极而衰 黑白二帝等隐秘的神王 又可以出现 捕鱼 猎杀那些年老的大帝 中越沉默 华须娘娘道 我从你的地朝上 见到了扶名道尊的地朝的影子 到那时 你也老了 不复从前 你的地朝会不会像 道尊地朝一样 在瞬息间土崩瓦解 毁于一旦 中越继续沉默 过了片刻 道 娘娘以为该当如何 华须娘娘突然抬手 封印四周时空 面色凝重道 有一件事我说出来 可能会引起不小的恐慌 也会让你 对道尊的观念有些改观 所以不能不慎重 道尊晚年也意识到 没有了敌人是最大的敌人 会让福西神族堕落 自己就瓦解了 所以他制造了敌人 想让福西神族历练 不至于丧失血性 中越身躯危阵 师生道 神魔之乱 地际时代末期 神魔之乱爆发 神族的诸地 与魔族的诸地 大肆开战 杀得天崩地裂 名不聊生 浮明道尊平乱 斩杀三千大帝 创造六道界 后来浮上发现 是浮明道尊昏溃 暗中挑起神和魔的对立 引动了这场大战 从而血洗三千帝 这个举动 导致了道尊不得不退位 欲欲而终 中越从前以为 道尊是未雨绸缪 先行把太古神王们的余儿捕捞了 让太古神王无余可补 而现在听华须娘娘的意思 道尊挑起这场纷争 还不止于此 更大的目的 还是让福西神族 有在大战中历练的机会 不至于望战 这种心机 不由让他打个冷战 华须娘娘点头 道 道尊醒悟的晚了 也没有想到 会被扶伤那次揭发 他挑起神魔大战之后 留给福西神族的时间太短了 没有历练出几尊能够扛起局面的福西大帝 不过 你正直壮年 最为辉煌的时候 你不能不为将来考虑了 中越陈生道 你的意思 是让我挑起神魔大战 借此机会 历练福西神族 朱蒂都追随我 我倘若这么做 岂不是自断根基 华须娘娘断然道 你老年之后再这么做 便真的晚了 浮明就是前见 地季末期 有五千余尊大帝 毁灭之后 神迹时代 有几尊大帝诞生 好战则亡 妄战则危 你需谨慎 福西神族 需要敌人来磨砺自己 没有敌人便是妄战 距离危机降临 也就不远了 中越陈思 过了片刻 笑道 娘娘 容我考虑考虑 华须娘娘解开封印 镜子离去 中越思索片刻 风孝中走来 问道 师弟 我听思命说 你在解救福西帝诗时 施展空间七道轮回 被四面神探知到底戏 中越点头 风孝中疑惑道 他探知的是 空间七道轮回的底细 中越再次点头 风孝中看他一眼 摇头道 你又骗他 你的七道轮回 明明是骤光七道轮回才对 在空间七道轮回上的造诣 不如骤光深厚 你啊 心眼太多一些 倘若能在道界霞光上 多用些心思 你现在已经 将大道霞光练化了 中越哈哈大笑 转身走去 悠然 兵不厌诈 他若是信了 他就死了 我给他杀我的机会 其实是给我杀他的机会 第1393章 作祟 华须娘娘的确有些道理 只有历经战斗 才会诞生出强者 和平年代 是出不了那么多的大帝的 中越陷入沉思 和平太久 终会腐朽 一口刀放在那里风吹雨打 很快腐烂 但是如果经常擦拭 经常使用 反而愈发光亮 愈发锋利 一个种族也是如此 必须要经历磨难 才可以让族中有志士 警示 战士 能是 给自己的种族留下敌人 创造敌人 或许并不是件坏事 至于华须娘娘所说的 挑起神魔之争 以此为历练的手段 中越并不看好 此举危险太大 败露之后 天下神魔必然会与福西为敌 而且外有黑白二帝 以及四面神等先天神魔 再加上内患 那就是自讨失败 或许 我福西神族 需要我的死亡 才能成长起来 中越目光闪动 露出笑容 倘若他死了 帝朝的隐患 便会逐一显露出来 背叛的种族 隐藏的奸细 被压制的仇恨 会逐一爆发 而对于福西神族和人族来说 也是一次历练 中越是福西神族的中流砥柱 这次能够东山再起 靠的全是他 倘若没有了他 福西神族根本无法崛起 可以说 倘若他死了 福西神族必将再次没落 甚至可能比从前摔得更惨 而中越必须死 否则福西神族不能成长 而今的福西神族 风济开 风长泰都已经老了 寿源所剩不多 私命受困于轮回第七驱 剩下比较出众的 只剩下中皇神 风怀玉和中越其他诸子 却还出彩 而人族之中出彩的也不是很多 最强的便是人帝轩辕 福离 其他能够与他们并驾齐驱的 则是寥寥 仅凭这点力量 想要在中越死后 立足于天地之间 却还远远不够 他们谁能主掌大局 继承中越的大统帝朝 不魔力一番 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我的死 不能在现在 须得在结束神纪时代之后 中越沉吟 因樊轩走来 含羞待妾 低声道 陛下 妾身有了 中越又惊又喜 轻抚他的小父 笑道 圣武皇太子要出事了 还早呢 因樊轩拍掉他的手 称道 才怀上没多久 我不日前赶孕 这才察觉 自己已经有了身孕 中越哈哈大笑 道 继承了福西 和圣灵体血脉的圣武太子 将来一定非同凡响 因樊轩依靠在他的怀里 倒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 笑道 也是这些日子 陛下恩爱 陛下 我将会殷康室 安心养胎 等待圣武出事 中越点头 道 我多拍些神魔守卫 你在殷康室 也不用操劳 因樊轩称是 中越心神大畅 喜不自圣 后宫多有太子出事 只是他与因樊轩的感情最深 却一直没有子嗣 总是一块心病 而前不久努力耕耘 总算是怀上 这位圣武太子 可谓难得 轩而且慢 中越换住因樊轩 突然脑后浮现七道光晕 一道道霞光飞出 涌入因樊轩的腹部 笑道 我已经炼化一部分道界的大道霞光 用道界的大道护住他儿 为他洗经法髓 可保他儿平安 因樊轩笑道 有妾身在 还能出什么差池 中越摇头 道界的大道纯净无比 我虽未完全炼化 但已经感觉到 其神圣不凡 胜过我的先天大道良多 我用道界大道滋润温养圣武 让他身神圣不凡 将来修炼 必定事半功倍 因樊轩喜不自圣 性冲冲离去 中越正正出神 突然哈哈大笑 难掩心中的快意 中皇神主持 虚空界神灵转世 云卷书 天司和莫英辅佐 这位皇太子 对各族恩威病师 该杀伐果断时 从不手软 颇有其母的风范 让云卷书 天司和莫英 都对他极为期许 中皇神又在各族之中 安插眼线 让天司也不禁颇为开心 赞道 帝皇之道 不过各族的神灵转世 还是引起不小的动静 虚空界中 境界最低的神灵魔灵 也是神皇境界 还有两百万年间 积累的造物主 帝君 纷纷从虚空界下来 数以千万计 一计 如此宏大的规模 其能不引起轰动 这么多的神灵魔灵 有着前世修炼的经验 再加上经七道轮回确立 轮回第七区开辟 道法昌龙 而这些神灵魔灵的种族之间 有些又积怨很深 这些老祖宗级别的存在 下界转世 必然会引起一波波骚乱 有些古老存在 自是古老 转世之后 修为静静惊人 很快掌控种族 对仇家开战 宇宙之中 战火渐起 四处都是骚乱 中月下令让孝文 冰川 沟尘 云梦 巨江 驴河 空铜 朱光 侨明九子出征 平定各地的动乱 斩首无数 莫影趁机清洗那些 在十万年前 对福西神族下手的种族 杀了不知多少转世的仇家 这场乱局渐渐平息 帝家九子战功赫赫 被称作九皇室 九头室 为五十五王之首 而轮回天球 也在紧锣密鼓的打造之中 这口巨大的神器 经过朱棣计练了二百年 才堪堪建造了一半 甚至连中月 风啸忠等人 也是有时间变前来计练 力求将其早日完成 只是进度极为缓慢 尽管只打造了一半 但磁宝的威能 已经极为恐怖 隐隐干涉到紫薇的天象运转 造复宫 神光冲销 引着无数星辰为之转动 声势骇人 突然这一日 天空突然阴晦不明 邪气入侵天庭 一只只巨大的眼球 浮现在空中 窥探轮回天球 朱棣弯弓便射 天上的邪眼 被射下了不知多少只 那邪雾顿走 又过一段时间 朱棣正在炼制轮回天球 神魔大道突然逆反失控 险些将正在打造之中的 轮回天球毁掉 帝月与风道尊震怒 追杀出天庭 但见星空动荡 赤血万万里 星辰湮灭 过了片刻 两颗硕大的脑袋 跌入天庭之中 却是先天神地和先天魔地 帝月命人将头颅抬起 挂在南天门外 突然有一日 有三首怪神飞过天庭 叫道 帝月帝月 你炼之逆天之宝 必将惨死 满潮化作血水 朱棣出击 杀出天庭 那三首怪神 被打得吐血顿走 丢下两颗脑袋 似熬非熬 似龙非龙 有人说是盘户 又有一日 突然天降异物 如同一个巨大的肉球 坠入造福宫旁边的青阳殿 肉球砸死了青阳帝君 然后愈发庞大 肉球如动生长 如同肉山 血肉不断向四周滚去 侵入造福宫 朱棣联手 将那肉球打碎 却见一座座肉山 又自重连 始终不死 即便以神火烧 以神水刷 也无法将这肉球磨灭 反倒让它越发庞大 这是太岁神王 前都神王赶来 道 是太古时代 混沌中的一块肉 被冲上岸后所化的神王 论辈分 也是太古神王 普通办法难以杀死他 即便我用天道之宝 也练不死他 那肉球滚动来去 肉球内传来笑声 叫道 前都 我乃是混沌义物 非神非魔非人 非凡非虫非草 无魂无魄 无灵无肉身 谁也杀不了我 我啥都吃 你们快快 将你们炼制的这个大宝贝 让我吃了 朱棣轮番上前 始终奈何不得这个肉球 无论何种神通 都打他不死 金吾神帝去见华须娘娘 借来先天魁水冲刷 也是刷他不死 又去借来先天果树 也是没能批死这尊太岁神王 反倒让他愈发壮大 肉堆压垮 一座座宫殿 朱棣连忙进入灵霄宝殿 禀道天帝 天帝道 你们去请封道尊 告诉他 有一块肉非神非魔非人 非凡非虫非草 无魂无魄 无灵无肉身 没过多久 风啸忠风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看到太岁神王不由双眼放光 自圣地去了 行天 快去林玉宫准备好 勾当来了 封道尊吩咐道 林玉宫中 太岁神王的怒叫声传来 混账 小兔崽子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你活得不耐烦了 你知道吗 太岁爷爷 有一万种方法 能让你小子生不如死你知道吗 说的就是你 穿着白衣服的家伙 你放我下来先 你做什么 你不要胡来 轮回天球还未炼成 这些神王便不耐烦了 逐一前来送死 中月坐在朝堂之中 听群臣汇报 他这些日子 在炼花道界大道霞光 闭关很久 已经近乎完全炼化 修为又自身后几分 只在神魔二帝 扰乱神魔大道时 与风啸中连魅出击 击杀神魔二帝 邪帝 神魔二帝 盘护神王和太岁神王 都是试探 估计很快又要有一波大动静了 眼下我鸣笛案 总是被他们找上门来 着实头疼 中月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间天司快步来报 道 陛下 三千六道界被邪气笼罩 应该是邪帝作祟 要坏后天生灵的根基 邪帝真是作死啊 中月动怒 道 朕将亲手诛之 突然又有神将来报 陛下 古老宇宙发生动乱 有神王纵火焚星 接着又有一位神官公申道 陛下 母皇大帝传训 有神王攻打他的领地 还请陛下支援 陛下 古老宇宙中有魔神诛杀神皇 造物 血洗各族 而今虚空界中多有死难者 陛下 藏陵神王告解 中月皱眉 却在此时 突然朝堂外下起雨来 只见血色大雨 瓢泼一般 从天而降 第1394章 另起一局 天降血雨 中月率领群臣来到殿外 只见天兵天降 都是极为慌乱 纷纷抬头向天空看去 天庭的天空 如同血染的一般 血色如同血浆血海 倒悬于天上 对于天庭的天兵天降来说 天庭就是天 拥有着整个宇宙之中 最为强大的权力 最为强大的力量 最为恐怖的战斗 杀伐力气 而现在 天庭居然降下血雨 这是要变天吗 雨神 河神 龙王 云卷疏贺道 胆敢乱降雨水 拖出去斩了 中月抬手 天空中的血云血雾血雨 硬他手掌一波 统统消失不见 徐徐道 不关他们的事 这是天在作祟 天胆敢作乱 真当朕不敢宰了他不成 朕为天皇帝 天的皇帝 朕的天庭便是天 他的声音越来越沉重 洪亮 字字如山压在所有天庭神魔的心底 沉甸甸的 朕的天庭 大帝一千六百尊 大军指向 踏翻一切不服 朕的手指出 星河逆转 胆敢冒犯朕的威严 我要这天 给我捅个窟窿 来啊 天庭个部手脑轰然阴没 声音整齐如一 应声如雷 南天门外 玄神王守三十三枚 奋兵三十三路 中月面色阴沉 命云卷书记起星图 不疾不徐道 一千六百大帝 四十八位为一座道解大阵 分为三十三路 调动六十四神城八官大军 给我拿下这三十三尊神王的老巢 荡平其圣地 天庭中 无数神魔激动地发抖 天皇帝震怒 终于开始向神王下手 这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中月掌控着最为庞大的神魔战争机器 一声令下 亿万神魔仅从 一千六百尊大帝俯首 都要听后调解 四十八尊大帝为一座道解大阵 再服役亿万神魔大军 这股力量绞杀太古神王 都是绰绰有余 天司 开启暗网 朕要在半年之内 看到这些神王的圣地 看到他们的残骸 当成我将士的战利品 摆在朕的案前 中月令下 各路大军调动 轮回天球也停止祭练 源源不断的兵力开赴而来 从天庭下到祖庭 天司娘娘开启暗网大殿 让一尊尊大帝 率领亿万神魔进入暗网之中 当年浮明道尊打造暗网 暗网还不成体系 只能通达古老宇宙和紫威 而经经过中月两千数百年的开发 已经形成通连六道界 轮回第七区的四通八达的宇宙暗网 通过暗网 神魔大军能够快速地来到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 当然 道界和虚空界还无法涉足 虚空界只能灵魂进入 而且需要神皇以上的修为 而道界则只有道神才能进入 这两个地方都限制了暗网的进入 云卷书看着这些神魔大军涌入暗网大殿 微微皱眉 道 陛下 这次先天神魔作乱有些古怪 攻击三千六道界 攻击母皇所在的第七区领地 攻击藏区 攻击古老宇宙 而陛下为何不去剿灭他们 中月道 他们打他们的 我打我的 我派兵去剿灭他们 反倒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为何要随他们的意 丞相 你虽然是智者 但是有时候 不一定要破解对方的棋局 破解对方的棋局 便是落入对方局中 不理对方 自己另开棋局 这才是智慧 云卷书星头大阵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突然间 逍遥帝从前传授给他的那些智慧法门 晦涩难懂之处 竟有一种迎刃而解的感觉 他的智慧 不足以将逍遥帝的一波 完全继承下来 这些年兢兢业业 心情修炼 但静静不大 而中月这一番话 让他有一种 拨开阴霾见青天的感觉 并非是中月的智慧超越了他 而是中月站得更高更远 以跳出局外的姿态 去看 中月已经不是棋手 更不是棋子 也不是硬局者破局者 而是不局者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不跟你下棋 不下你部的棋局 我另开一场 看谁受不了 看谁先忍不住破解对方的棋局 就是这一点 让云卷书豁然开朗 从前他精于细节 而中月却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大局 这是他欠缺的地方 而看出自己的不足 他便还有前进空间 看不出才是最可怕的 陛下 这次要除掉的那三十三尊神王之中 有先天神帝 先天魔帝 云卷书迟疑一下 道 恐怕天不会容许先天神帝 先天魔帝死在我们手中 天不会容忍自己任何手下 死在我们手中 但 中月微笑道 那又如何 他敢出现吗 他敢出现 朕便敢弄死他 云卷书呆了呆 试探道 那么轮回藏区和三千六道界 恐怕便会失了 中月点头 道 朕知道了 云卷书也不明白他的意思 指的继续道 这次先天神魔的异动 肯定还是为了试探陛下 攻打轮回藏区 制造各地的动乱 都是小打小闹 让陛下自乱阵脚 不过这些地方也极为重要 陛下 难道便放弃了 中月眼睛一亮 笑道 你说得对 的确是要放弃了 你即刻传旨下去 让藏陵和地坟天率众 退出轮回藏区 让母皇大帝退出领地 三千六道界的界底 统统撤出 云卷书心神大阵 突然醒悟过来 笑道 陛下真是英明 天和四面神 他们原本神出鬼没 我明敌暗 他们四处袭击 让我们头疼 现在给了他们领地 让他们也站在明处 便更容易破支 说吧 急匆匆去了 中月沉阴片刻 缓缓起身 过了又有一个中月 悄然来到大殿 正是镇守祖庭的 易先生 辛苦你了 中月脱下地袍 易先生穿在身上 两人站在一起 如同照镜子一般 一模一样 没有半点差别 我一直在明处 被这些家伙 弄得焦头烂额 虽然另辟战场 但这些家伙 未必会入我局中 中月看似与易先生对话 实则是自言自语 来回夺步 道 我把轮回藏区让给他们 他们估计也不会主动入瓮 就算是杀了先天神帝先天魔帝 伤的也只是天 伤的只是古神王的筋骨 须得砍掉他们一条腿 易先生笑道 所以你需要我来带你主掌天庭 你则从天庭脱身出去 从明入暗 方便你行事 中月点头 笑道 我在暗处 便可以处理很多 筋不能处理的事情 伤筋骨不行 砍掉一条腿 才能让他们心疼 所以 易先生接口道 所以 你需要去一趟汤谷 将那块石头取出来 中月身形隐趣 消失不见 悠悠道 黑帝就是他们的腿 汤谷 而今的汤谷大变模样 不再像从前那般神圣 混沌海干涸 扶桑树顿去 这座圣地的档次 便一下子骤降许多 尽管还是 当今世上少有的圣地 但已经无法制邪 原魔制等圣地媲美 金吾神族失去了 扶桑树和混沌海 也有着些许的失落 不过他们 也是无可奈何 扶桑树本身便不属于汤谷 而今被大碎收入虚空界 是物归原主 好在金河西嫁给忠岳时 带来的聘礼之中 有一株扶桑枝 被忠岳和金河西种下 已经长成参天巨木 神火熊熊 混沌气缭绕 虽然不如扶桑树 但也被忠岳和金河西 祭炼成地兵 扶桑树离开之后 忠岳首肯 金河西便将这株扶桑枝 种在混沌海和扶山旁边 让金巫师的神魔 能够依靠这株神术修炼 忠岳来到扶山 走到扶山上的庙宇前 这座庙宇极为古老 是福西市当年 用以祭祖的古庙 建立在穗皇时代 燕姿市祭祀扶桑树的旧址上 忠岳探查一番 从古庙的时机下 取出一块黑色石碑 那石碑是用黑药石雕筑而成 上面写着一个意字 隐隐有黑光从碑中透射出来 果然是黑暗圣地中的神物 忠岳将石碑收起 来到淋浴宫 只见宫外行天与师徒二人 正驾着篝火 将一块大肉烤得流油 两人大快躲移 行天被沐仙天所伤 斩断了脑袋 脖子上平平 肚子上长出嘴巴 正张着大嘴 将那大肉向肚子里色去 那一战 他道伤严重 至今尚未复原 风孝忠原本打算帮他治疗道伤 让他长回头颅 却被他拒绝 说是为了纪念炎皇 自己的嘴巴长在肚子上 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陛下 两人见到忠岳 连忙起身 行天的肚皮上 还塞着一块肉 忠岳诧异 啊 你们在吃什么 好香 行天几口将那块肉 吞入腹中 嘿嘿笑道 是太岁神王 烤着贼香 老爷吃饱了 于是赏我们几块吃 师托大尊叫道 那太岁神王奇妙的很 割掉一块肉 又长出一块 就是不吃痛 天杀的 割他肉的时候 叫得像杀猪一样 天地老爷 是否也要吃两口 忠岳笑道 来快尝尝 师托连忙割下一块 忠岳吃了一口 赞道 的确是好肉 你们老爷 刚刚吃饱 正在里面歇歇 忠岳走入淋浴宫 只见风啸忠 斜躺在榻上 悠然自得 忠岳笑道 师兄 封印过去黑地的 那枚石空球 还在否 风啸忠连忙坐起身来 眼中金光闪动 道 你又有什么搜主意 忠岳取出黑药石石碑 道 师兄请看 风啸忠双眼放光 突然太岁神王的声音传来 叫道 狗日的风道尊 有种你放太岁爷爷下来 太岁爷爷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第1395章 一丝不苟 忠岳诧异 这个太岁神王 竟然还活着 风啸忠摇头道 难杀得很 我几乎试过了所有方法 都杀不死他 忠岳不由动容 风啸忠可以说是天下间 对神通和大道 掌握最多的存在之一 他掌握的神通和大道之多 连忠岳也自愧服辱 私下以为 只有四面神才能超过风啸忠 而现在 竟然连风啸忠也对这头太岁神王无可奈何 真是多多怪事 风啸忠将自己这段时间的研究说了一番 道 他没有灵 没有魂 没有肉身 没有血脉 又非神非魔非人 非凡非虫非草 不属于任何种族 不在天道之中 不在阴阳之内 不属于五行 不从咒光 无生老死 没有哪种神通可以对付他 也没有哪种大道 能够伤他性命 黑暗中的玉台上 太岁神王得意洋洋 道 而今你知道太岁爷爷的厉害了吧 实相的便将我放下来 而后跪下 毕恭毕敬地 将你们炼制的那件大宝贝 交给太岁爷爷 太岁爷爷饶你们不死 风啸忠继续道 不过 他是生命 估计只有生命大道 才能剥夺他的性命 其他任何神通都奈何他不得 玉台上的大肉球 突然打得哆嗦 不再说话 显然是被风啸忠抓住了跟脚 不敢放肆 只是生命大道 我也不太懂 风啸忠摇头道 想来大司命出手 才能取他性命 难怪这笨户会独自闯天亭 一点都不怕死 太岁神王听到这里 又得意起来 郭早道 我乃不死不灭之身 大司命也弄不死我 钟月笑道 大司命与我是盟友 请他弄死 这私道也是可以的 太岁神王连忙闭嘴 只听钟月继续道 不过 弄死这块骑肉倒是可惜 这块肉生生不息 或许可以当成粮草 犒劳三军 我出征的将士 总是要带着粮草自重 实在麻烦 带上太岁神王 足以剩下很多粮草 浴台上的大肉球 琐琐发抖 努力挣扎着 想要逃脱出去 却被风啸忠的禁困 风啸忠道 太岁神王的肉 很有奇效 堪称灵丹妙药 对于疗伤很是不错 的确可以当作粮草 不过这块肉的来历 大有古怪 为何会从混沌中冲上岸 它到底是谁的一块肉 为何会落入混沌 是怎么演化为太岁神王 为何会形成 这么古怪的生命 很值得研究 忠岳笑道 你留下一块 其他的便当成粮草 让我的军队食用 现在的钥匙 是这块黑钥匙 风啸忠点头 从窃下太岁神王身上 窃下一块肉 其他的封印交给忠岳 忠岳换来行天和师陀 让他们将太岁神王 送到天庭的地军处 当成粮草打理 两人双眼放光 盯着太岁神王大流口水 显然都有些鬼主意 打算私自留下一些 宝口蛇之语 忠岳不以为意 道 黑钥匙中藏着的黑暗大道 与黑暗圣地的联系 极为细微 好异地将它埋藏的时间太久了 石头中的黑暗大道 自动流失 仅凭剩余的黑暗大道 极难确定黑暗圣地 所在的方位 所以 我来寻师兄 风啸忠取出时空球 这时空球中内藏无量轮回 将黑地的一段过去时光 封印在其中 无限轮回 遭受亿万折磨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借用过去黑地的一点大道 滋润这块黑钥匙 让其中的大道 滋长到能够感应到 黑地的圣地方位 风啸忠探手 深入时空球中 过了片刻 碾出一丝黑暗之气 道 应该足够了 多了的话 容易被黑地感知到 他将这一丝黑暗之气 与黑钥匙相连 只见黑暗之气 如同蚯蚓一般 钻入石头之中 须于消失不见 忠岳挥手 只见两人头顶 浮现出宇宙星空的景象 亿万万星辰星系 形成宇宙星图 其中不仅有三千六道界 古老宇宙和紫薇 还有轮回第七区 虚空界 大大小小的地域轮回 也在他所展示的星图之中 寻到了 两人细细感应 突然星头微震 感应到黑钥匙 与宇宙中的某处 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忠岳抬手指向 古老宇宙的某处星域 而风啸忠 则抬手指向紫薇中的 一处星域 两人各自露出惊讶之色 忠岳皱眉道 两处黑暗圣地 疑 不对 还有第三处 第四处 好多 风啸忠也感应到 不对劲之处 两人各自在星图中 标注出自己感应到的 黑暗圣地 短短片刻六界之中 竟有数百处黑暗圣地 黑帝 果然狡猾 狡兔三窟 他何止三窟 简直是千窟 忠岳吐出一口浊气 继续感应 将越来越多的黑暗圣地 一一标注出来 这些圣地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甚至有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没有一个真的 风啸忠面色凝重 道 他用的是黑暗圣地的石头 黑药石 再加上自己的黑暗大盗 来布置了近千个假黑暗圣地 用来蒙蔽对手 忠岳抬头打量这些地点 无论是虚空界 还是刚刚开辟处的轮回第七区中 都有黑暗圣地 这说明黑地的谨慎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些年来他还是不断造假 让人无法寻到他的圣地到底在何处 而且这些假黑暗圣地之中 说不定还被黑地留下重重封镜 一座座绝杀之阵 倘若贸然闯进去 便会触动杀阵 忠岳道 进入这些假圣地 肯定会被黑地察觉 让他提前警觉 将自己的圣地藏得更为岩石 等等 他眼睛一亮 突然俯掌赞道 这些圣地 没有一个是真的黑暗圣地 风啸忠有些不解 忠岳笑道 很简单 黑地精通骤光和空间大盗 他也可以将自己的黑暗圣地 从宇宙中隔离出来 将圣地隐藏在独立的时空之中 隐藏黑药石的感应 他制造了这么多的假黑暗圣地 这些假圣地中 必然有一块块黑药石 于是给了其他人 得到黑药石的机会 他不会这么蠢 给别人寻到他的圣地的机会 所以他的圣地 仅凭黑药石难以寻到 风啸忠微皱眉 看了看那块黑药石 这岂不是说 浩义帝当年不过是白费心思 不 忠岳笑道 不全是白费心思 黑帝将其黑暗圣地隐藏 想要寻到其圣地所在 还需要用到黑药石 他倘若是隔断时空 那我们便去他隔断时空的那一刻 用黑药石感应他的方位 他悠然道 我们回到过去时空 一路搜寻 凭借黑药石感应 等到出现一个 不在这些假圣地之中的感应点 那就是真正的黑暗圣地了 他记起千亿古船 两人登上古船 中越脑后七道光轮旋转 切入过去时空 回溯时光 从灵域宫中消失 古船上 两人不断感应黑药石 随着时光回流 他们头顶的宇宙星图中 一个又一个黑暗圣地消失 被两人抹去 不绝间来到两三千年前 那时中越还未开辟轮回第七区 中越抬手将轮回第七区 从星图中抹去 古船继续向更为古老的时光驶去 星图中越来越多的圣地标记 被他们抹去 那些圣地 都是黑帝在这些年中制造出的假圣地 被他们一一排除 时光逆流 他们回到万年前 没有更多的圣地被抹去 再过九万年 这段时间 黑帝还是没有制造出更多的假圣地 这段时间里 黑帝一直都在暗中疗伤 隐居不出 中越目光闪动 道 他被浮明道尊的灵魂所伤 不可能出现 等一下 他突然顿住千一股船 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 一阵清一阵白 晦明晦暗 吐出一口浊气 笑骂道 这次果然狡猾至极 差点便把我骗了过去 他们通过黑钥匙 感应到了新的黑暗圣地 这段时间 黑帝应该在闭关之中 这是众所周知 但是他却没有闭关 而是趁机 将自己的圣地挪了个窝 中越定住时光 笑道 师兄也感应到了吧 风啸忠点头 道 我们去那里看看 千一股船行驶了半年之久 这才来到那个感应点 中越远远停下股船 只见这里 却是古老宇宙的一片古老星域 距离第九神城和起源圣地 都不算太远 一片黑暗涌现 如同宇宙中最为浓烈的黑光 黑光涌动不已 黑帝的身形出现在黑光中 正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血 却由自强行挣扎运转法力 将一片浩瀚的圣地 从古老宇宙中切出 他用空间大道为鉴 将那圣地四周的空间 切得整整齐齐 四四方方 然后以骤光为牢 将自己的黑暗圣地藏在牢中 接着 一丝不苟地抹去被切开的空间的痕迹 很是细心 也很是耐心 他甚至还施展造物手段 制造出新的行程 填补因为自己 将圣地从古老宇宙中 切去造成的原词力的变化 他做得细致无比 让风孝中也不禁佩服万分 风孝中也是如此细致的人 见到黑帝做得仔细 让他见了 心情不由很是舒畅 大有遇到知己之音的感觉 黑帝将时空裂痕抹平 有潜心运算 推算古老宇宙的原词力场 对这些星辰轨迹的影响 过了两久 他小心翼翼地 将一颗星辰 切掉了一座高山 又从另一颗星辰的海洋中 抽走一些水 这才常常舒了口气 风孝中也是常常舒了口气 心中更加舒畅 赞道 黑帝做得还不够完美 这些星辰 毕竟是他新造化 而出的星辰 不够古老 他刚刚说到这里 只见黑帝催动骤光大道 笼罩这些他造物而出的星辰 让时光飞逝 又过两久 这些新生的星辰 与四周古老星辰一样古老 忠越面色古怪 瞥了瞥身边的风孝中 又瞥了瞥黑帝 心道 这两人都有毛病 未免太一丝不苟了吧 黑帝做完这一切 又将自己吐出的黑色败血 逐一收起 小心翼翼地抹去 自己留下的任何痕迹 一边渴血 一边向虚空界升腾而去 难道他真的是 将自己的黑暗圣地 藏在虚空之中 忠越催动古船远远跟上 却见黑帝并未进入虚空界 而是将黑暗圣地 藏在一片时光碎片之中 然后将时光碎片 印在虚空界与现实世界的宇宙魔上 而后又是一丝不苟地 抹平时光碎片 与宇宙魔相连的地方 那种细致 让忠越看得头疼 恨不得替他抹平那些痕迹 我很欣赏他 风孝中向忠越道 他比你细致多了 他的神通大道 必然也是精细如微 而你却太粗犷 忠越看着黑帝离开的身影 笑道 他的圣地已经寻到 现在该是彻底毁掉 他的复生之路了 第1396章 道解黑暗 千亿股船驶回现在 忠越与风孝中对视一眼 一起迈开脚步 向虚空界的宇宙魔走去 忠越脑后七道光轮转动 突然一道光芒射出 定在虚空界宇宙魔上 黑帝留下守护黑暗圣地的 空间大道静置 顿时层层破解 咒光静置也悉数被迫 论在咒光上的造诣 已经无人能出忠越之诱 而在空间大道上的造诣 忠越也达到超越与清神王 黑帝甚至好异帝的程度 仅逊于四面神 破解黑帝的封印和静置 对他来说 简直是信手拈来 黑暗圣地外面的时空静置被迫 顿时厚重的黑暗涌出 黑光所过之处 如同墨汁溶水 飞速向四周蔓延 忠越和风孝中 迈不向黑暗之中走去 风孝中脑后的七道光轮突然旋转 迸发出无比浓烈的光芒 他的七道轮回旋转 如同白帝一般 将黑暗驱散 那黑暗如有生命 与风孝中脑后的光芒 征战不休 静静退退 吞吞吐吐 变化莫测 他的黑暗圣地内部 肯定也像是一个 无比精美的艺术品 风孝中露出期待之色 孝道 他度化道之劫时 白帝来袭 忠越伤到白帝 让白帝失血 忠越将白帝之血 交给风孝中一份 这些年来 风孝中钻研白帝之血 也从中了解到 白帝的大道 现在他施展的 正是白帝的神通 用白帝的神通 来驱散黑暗圣地的黑暗 对于的道法的研究上 他要超过忠越良多 忠越得到白帝之血 只是大略看了看 然后就送给了 自己的几个儿女 让他们拿去练宝 对白帝的大道神通 并没有多少研究 两人走入黑暗圣地 风孝中脑后的光芒 越来越强 仿佛变成了另一个白帝 将黑暗圣地中 无比浓烈的黑暗逼退 显露出这座圣地的原貌 黑暗圣地中 那黑暗 简直像是整个宇宙 最为阴暗的一面 这里冷到了极点 死记 阴暗之中有邪鬼的生物 承载着这个宇宙中的 一切负面因素而生 在黑暗中爬行 咯咯咯咯的声音传来 像是那黑暗中的生物 在磨牙一般 这种声音 又让忠越和风孝中 想起自己被拉入 十万年前的事情 他们在黑暗中 被不断吞噬 吃了一遍又一遍 连续死亡了数百年之久 磨牙声音 他们太熟悉了 简直是他们心中 仅存的恐惧 而这座黑暗圣地中 便有同样的黑暗生物 潜伏在暗色之中 窥探着他们 伺机而动 显然 黑暗圣地中 不仅仅诞生了黑地 还诞生了其他一些什么东西 饰演 一种生存在黑暗中的魔头 中月神士迸发 将一头眼从黑暗中拖出 那种诡异的生物 像是烟雾一般 没有固定的形态 漆黑无比 便发出一声惨叫 化作青烟消散 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里的掩饰在太多了 风啸中鼓荡一切法力 催动光明 煞时间将整个黑暗圣地照亮 无数眼从阴影中浮现出来 神曲扭曲 化作各种形态 却都在光芒中被化去 死个竞绝 风啸中徐徐收敛光芒 却见黑暗涌动 又有数之不尽的 眼从黑暗中诞生 依旧趴附在圣地的各个地方 蠢蠢欲动 中月摇头道 圣地不灭 很难将这些诡异的生物铲除 两人借着光芒四下打量 只见黑暗圣地内部 被黑帝打理得紧紧有条 纹丝不乱 一根根石柱上 烙印着龙凤纹 每一根石柱都对裂整齐 高矮胖瘦一模一样 相互对称 这是黑帝留下的阵法 用来守护自己的圣地 好阵法 风啸中赞叹 话音未落 却见中月记起先天神刀 一刀劈下 将这座整齐齐的阵法 斩得七零八落 十点 你好歹 也欣赏一下在动手 风啸中白太眼 中月一刀破阵 镜子向前走去 又遇到黑帝留下的静止 那静止是以祭坛为依附 一座座祭坛上 迸发出如同江夜的黑暗江流 无声无息 与其他祭坛相连 那些江流 也是如大龙般如动肉身 江流布满了各色图腾纹理 也是两两对称 中月脑后光轮转动 光轮中无数大道化 做一只大手抓去 手掌越来越大 祭坛拍得四分五裂 静止毁于一旦 风啸中气道 师爹 你的手法太粗暴 暴殿天物 你不要动手 让我来 中月诧异 瞥他一眼 两人继续走上前去 又碰到另一处时空静止 黑帝将时空切成薄片 每一个都圆润得很 挂在天穹上 排列整齐 风啸中唯恐中月又暴力破镜 连忙动手 空中那些时空明镜 被他一一摘下 不向中月直接暴力打碎 后面的阵法风镜 都是风啸中来破 像是在小心翼翼的 处理艺术品一般 唯恐打碎了 两人深入 风啸中将黑帝的重重静置 阵法统统破去 终于来到这座圣地的核心 只见那里是黑暗起源 漂浮着古老宇宙的第一颗星辰 黑暗便是从那颗星辰中迸发 宇宙诞生 光芒照耀 有了第一颗星辰便有了第一缕黑暗 黑暗也是大道 其诞生还在神道魔道之前 是宇宙开辟之初 便诞生了黑暗 与光明对应而生 有光就有暗 有空间就有时间 就有了光明和黑暗 黑帝和白帝出世的时间 在与清骤光两尊神王之后 但也不曾晚多久 我现在觉得 白帝只有半个身子成为道神 并非是他的 修为实力不够的缘故 忠越打量这颗最为古老的星辰 笑道 光明黑暗两分 都只能占据一半的空间 因此 无论白帝如何努力 都无法让自己全部身子 都成为道神 黑帝也是如此 他们想要完全成为道神 便需要干掉对方 这两位存在 估计也存着除掉对方的心思 风啸忠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黑帝白帝对应而生 相互依存 但是想要成为道神 便没有那么简单了 光明不可能完全驱散黑暗 黑暗也不可能彻底毁灭光明 因此 白帝只有一半身子成为道神 还有一半无法进入道界 而黑帝虽然也踏入道神境界的边缘 但最终 也只能一半身子成为道神 他们之间的联系太深 相互限制了对方的成就 我们坐一会儿 等黑帝前来 忠岳落座下来 笑道 我们在这里破风破镜 肯定已经被他感知到 圣地对他干系重大 是他复活的希望 说不定他会赶过来 风啸忠点头道 那就给他点时间前来送死 倘若他不能在一个月内赶到 那就不等他了 两人正经危坐 静静等待 而在此时 古老宇宙 轮回第七区和紫威 1600尊大帝率领各路大军 连破33座先天圣地 将那33座圣地打成积粉 以大一统神通 将圣地彻底湮灭 震惊还宇 其中有不少先天神魔 就隐藏在自己的圣地之中 根本来不及逃脱 便被斩杀在圣地中 死得极为凄惨 先天神地和先天魔地的 元神圣地和元魔圣地 也被破取 两大最为古老的圣地大道 被斩断 负责攻击这两座圣地的 乃是华须娘娘和雷泽古神 华须娘娘记起一口元玉瓶 将先天神道收入瓶中 其他大帝率领诸神 施展道解大阵 磨灭元神圣地 将这座圣地磨灭成混沌 而另一边 元神圣地刚刚湮灭 元魔圣地气势暴涨 魔道压过神道 好在有雷泽古神在 动用先天果树 镇压元魔圣地的异动 将暴涨的先天魔道镇压 雷泽古神化作先天神龙真身 背上站着无数神魔和大帝 以他的身躯为依托 施展道解 将元魔圣地摧毁 不知多少魔神纷纷寄起宝物 收取散乱的先天魔道 将这座圣地的遗迹收走 正在扰乱三千六道界的 先天邪地心中惊惧 不敢留在三千六道道界 急忙顿走 回到自己的制邪圣地 将制邪圣地迁走 他这一动 顿时引起天庭兼天司的注意 兼天司上禀天帝 天帝即刻下令附近的大军出击 围剿先天邪地 正在攻打母皇大帝的天文迅 急忙来救 双方血战一场 天帅领诸多神魔救走邪地 消失无踪 至于神魔二帝 则如丧考彼 失魂落魄 心中有了畏惧 在营救先天邪地时 也战战兢兢 不敢出手 唯恐被诸地斩杀 而轮回藏区 黑帝 白帝 和四面神社局 想要引蛇出洞 却浑然没有料到 藏灵神王和地犯天直接撤军 从轮回藏区中撤出 让出藏区 诸多神王还未来得及坐稳 突然黑帝脸色大变 失声道 糟了 有什么存在 摸入我的圣地众啊 正在破解我的圣地禁止 速度好快 诸神王心头震动 却见黑帝化作一道流光而去 四面神连忙率众 冲出轮回藏区 传讯道 黑帝倒有且慢 从长记忆 黑帝充耳不闻 将众人撇下 远远过了不久 黑帝突然顿下身形 面色阴晴不定 我圣地中的禁止 已经被破解完了 进入我圣地中的存在 修为实力并不比我弱 但是他没有毁灭我的圣地 他是在等我自投罗网 黑帝心中冰凉 有些迟疑 请四面神等人一起前去 那就是 送羊入虎口 将自己的把柄 交到四面神和白帝等人手中 尤其是白帝 而自己独自前去 也是自寻死路 出手好狠 到底是谁 难道是大四命 黑帝持除 守在黑暗圣地外 不敢进去 中月与风孝中等了一个月 突然笑道 黑帝不敢进来 也罢 成全白帝罢 道解 两人身形交错 七道轮回爆发 整个黑暗圣地的大道 突然土崩瓦解 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 第1397章 大道解 一座偌大的圣地 几乎与宇宙一样古老的圣地 就这样毁在他们二人的手中 道解的威能太强大了 更何况是中月与风孝中 联手施展道解 那威能更是恐怖 他们两人对道解的理解不同 中月走的是粗暴路线 大巧不公 追求狂野霸道的威力 而风孝中的道解 则是无限细节 将道解的精细一面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两种不同风格的道解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既有着磅礴大气 无坚不摧的力量 也有着纤细入微 无所不解的细节 黑暗圣地瓦解 一切大道复归于混沌 化作一缕缕混沌器 中月与风孝中 走出破灭的圣地 突然抬头笑道 黑帝 你已经看够了吧 远处 一道黑色的光在跃动 那时黑帝 正在冷眼 看着中月和风孝中 突然 黑帝化作一道黑色光芒 远顿而去 中月朗声笑道 黑帝 你没有了圣地 那么你需要提防白帝了 那道远去的黑色光芒 突然剧烈晃动 有些不稳 接着消失不见 风孝中摇头道 白帝不会放过他 中月点头 道 黑暗圣地的毁灭 肯定瞒不过白帝 白帝的光明圣地 必然会因为黑暗圣地的毁灭 而危能暴涨 白帝的修为 也将比从前更加恐怖 这是他趁机 斩杀宿迪的大好机会 黑帝倘若死在他的手中 那么 他便可以彻底成为道神 而不是半个了 从前黑白二帝时有合作 是因为谁也奈何不得谁 大家又彼此都有圣地在 即便死了也可以复活 而现在黑帝的圣地被抹平 倘若黑帝死了 那就是真的死了 白帝的圣地却依旧还在 倘若死了 还可以复生 白帝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 猎杀黑帝 即便是四面神都阻止不了 白帝追杀黑帝 四面神定然前去斡旋 没有他们 天难以成事 那么 轮回藏区 母皇和六道界危机 都可以解除了 不攻自破 中越悠然道 黑白二帝已经废了 再加上神魔二帝的先天圣地 也被除掉 神魔二帝也废了 而天因为夺地一战中的道商 实力也不复从前 仅凭四面神 难以有很大作为 风啸忠道 的确如此 不过 倘若那个假启元师 斩出诸天无道呢 中越眼角跳了跳 吐出一口浊气 启元神王 诸天无道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谜团 到底启元神王 是否就是暗算大四命的假启元 是否便是黑帝的师尊 还有道界 道界一直都很神秘 福西神族被灭的时候 有些强大至极的身影 仿佛道神 又不像是道神 从道界杀来 让福西神族败得如此之惨 一蹶不振 道界在十万年前那场战斗中 到底是站在哪一方 为何会有道神下界 灭福西神族 道界中的道神 厚土娘娘 雷泽神龙 他们在十万年前的战役中 又是站在哪一方 我想进入道界看看 中越突然到 风啸忠点头 道 我也想 中越抬起手掌 笑道 将来一起闯进去 风啸忠与他的手重重 握在一起 笑道 一起打进去 两人相视而笑 中越立刻联络自己的道神一封 让他下令召集朱棣班师回朝 黑白二帝必然在起冲突 他们这等层次的存在动手 惊天动地 非同小可 四面神一定会去阻拦 天也说不定会出面化解 中越目光闪动 冷笑道 这说不得是 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大好机会 师兄 我的神通虽然粗犷 但是我的心思却是细腻 我不会跳入他们的棋局 我会让他们进入我的棋局之中 黑帝道兄 你这是要去哪里 黑帝正在远顿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让他不由头皮发麻 急忙看去 只见一道白光 急速飞至 落下化作一尊神人 挡住他的去路 这尊神人 仿佛是由光芒组成 气焰浓烈 正是白帝 黑帝道兄 我突然感觉到 我的光明大到未能暴涨 道兄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白帝向他看来 声音掩不住的欢喜 哥哥笑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的黑暗圣地 被人寻到了 而且被打得粉碎对不对 这时 白帝脑后传来另一个声音 急促道 一定是这样 黑帝道兄真是可怜 胜得藏了这么久 还是被寻到 这下到凶死了 便真的是死翘翘了 白帝周身的光芒更盛 笑道 那么黑帝道兄 一定要倍加谨慎才是 当心被人杀掉了 那样便不美了 他脑后又传来一个声音 笑道 不错 不错 黑帝 不如去我们的光明圣地躲一躲 你意下如何 黑帝周身黑芒涌动不休 冷笑道 白帝道兄 而经大敌当前 伏羲要再次称霸世间 你若是对我下手 我先天神魔 便要被伏羲灭绝了 白帝脑后那个声音 黑黑笑道 灭绝 与我何干 我那时候 已经是道神了 下界的众生 不管大帝 还是先天神魔 都是微不足道的蝼蚁 他们的死活 与我何干 黑帝皱眉 突然化作 一道黑光远钝 白帝哈哈大笑 一道白光冲天起 向那黑光追击而去 轰隆 剧烈的碰撞声传来 半空中 黑白一前一后 后者追上前者 稍稍碰撞一下 便见一卷黑白太极图 徐徐张开 铺满星空 随即黑白分开 黑血染长空 黑光远钝 又过片刻 又被白光追上 碰出一卷黑白太极图 两者纠缠片刻 黑光又自将白光撇开 那白光再次追上 凶恶交锋 突然一声鼓响 将那白光阵的散乱 黑光趁机顿走 却在此时白光之中 突然又有一道白光飞出 追在黑帝身后突尸腊手 漫天光芒大放 将黑帝轰碎 白帝 这才是你的真身 黑光重聚 无边的黑暗涌动 疯狂倾袭 如同一个长满了 无数触手的圆球大怪 那些黑色的光芒 炸吞炸土 像是无数根刺一般 向外击射 但又瞬间收回 随即再次击射 再次收回 迫使白帝不能进前 道兄 你显出真身了 有一尊白帝飞来 两尊白帝背靠背 融合在一起 一口同声笑道 看来 你是准备拼命了 想走 黑帝周身的那一道道黑光 仿佛一口口利剑 切向四周空间 却是动用了骤光大道 在过去未来的时空中 切出一条轮回之路 离开此地 他也修炼羽青骤光玄金 但是与忠悦和浩一帝不同 他得到的羽青骤光玄金 并不完整 是个残偏 他凭借自己的悟性 将这门功法完善 补全了轮回 忠悦想要回到过去 直接搭建时空大轮回 便可以跨越时间长河 进入过去未来 而黑帝则需要以骤光为剑 剑斩过去未来 这才能进入 忠悦可以停留在 过去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 他便无法做到 像忠悦那样随心所欲 不过 骤光剑的确是他逃出 白帝的追杀的最佳途径 只要进入过去或者未来 便可以躲避白帝 有了喘息之机 骤光 也是一种光 你不知道时间 也叫做光阴吗 白帝哈哈大笑 突然倾袭而来 黑帝的身影 已然消失不见 但是白帝的手掌 却跨越时光 一掌印在他的后心上 黑帝吐血 从时光中跌出 白帝大喜 扑上前去 却在此时 只见黑帝后方一尊伟暗神魔越来越高 越来越伟暗 四面都是正面 许许抬手 迎上他这一掌 剧烈的震荡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白帝闷哼 亮枪后退 来者用的正是他的神通 他的大道 将他逼退 四面神 混沌 白帝怒不可遏 杀上前去 立声道 你为何坏我好事 来者正是四面神 再次出手挡住白帝 咒眉道 白帝 你承道之心我也了解 不过你若是击杀黑帝 那就是真的着了帝月的道 我杀了黑帝 成为道神 以道神之力 覆灭其神潮 亦如反掌 白帝疯狂进攻 力量越来越强 不断向四面神周身的 一念万劫声中切入 冷笑道 这次的黑暗圣帝 已经被帝月给灭了 早晚要死在帝月的手中 与其死在他的手中 不如成全了我 却在此时 一片浩瀚天穷出现 眨眼间天穷分裂 星空中笼罩着万千天空 一个个声音异口同声道 白帝到凶住手 帝月四下出击 斩杀先天神圣 倘若你杀了黑帝 岂不是仇者快轻者痛 快快住手 白帝丝毫不拒 后脑勺处浮现出一张面孔 又伸出两条手臂 迎上天的攻击 冷笑道 天 你到伤未欲 也敢对我大呼小叫 他的气息更加炽烈 同时攻向天和四面神 三方大战 天地辟邑 群星动摇 星河悬落 地水烽火 涌动不休 一颗颗星辰直接破灭 化作一缕缕混沌器 白帝不敌两大强者的攻势 突然收手 笑道 既然如此 我卖你们一个面子便是 先放过黑帝道兄 黑帝道兄 刚才多多得罪了 害得你不得不展露真身 真是过意不去 黑帝气息有些伪顿 冷哼一声 一言不发 却在此时 突然空间晃动 一尊尊大地面色阴冷 从四面八方走来 然后一个个站定 将四人包围在中央 白帝 天 黑帝和四面神 都是心中一尘 然后看到中越和风啸忠 迈步走来 两人以奇异的姿态站立 与朱地形成一个大道解大阵 一千六百多尊大地 中越目光冷然 徐徐道 朱军 送这四位道兄上路罢 道解 道解 一千六百多尊大地齐声爆喝 大一统神通的威能爆发 六界大道大一统 将白帝 黑帝 天和四面神淹没 第1398章 无敌 道解 大一统神通之中 威能最强大的神通 这门神通的威力 随着人数的增长递增 当年逍遥帝等八百大地 在第七区尚未开辟时 施展这门神通 斩杀一众神王 只有太古神王 逃出道解的攻击范围 因为第七区尚未开辟 动用这种未来神通的反噬极大 需要自身也要道解 八百大地以身殉道 归葬于第七区之中 而现在第七区开辟 而今的一千六百多尊大地的修为实力 虽然不如上古诸地 但是道解神通经过这两千多年的发展 威力更强 神通更加完善 其威力比道解第一次现世时 要强大十多倍 而中越 风孝中 这两位首脑的实力 也要远超内侍的逍遥帝 智慧女帝 道解的威能爆发 六界诸天一切种类的大道 大道震荡化作积分 那是大一统六界的神通 世间最强大的神通 是开创出来 为了对付道神的神通 糟糕 黑帝 白帝 天河四面神星头大阵 他们设下棋局 请中越入局破局 没想到 中越根本不与他们打 而是另起一局 各打各的 迫使他们 不得不入中越设下的棋局 自己设局 可以从容布置 大战上风 对方便会陷入被动 而进入对方的棋局 那就危险了 显然 中越早已料到 他们必定会前来 劝解白帝黑帝之争 这就给了中越 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他们四人 可谓是先天神魔的四大首脑 白帝半尊道神 而四面神 则是曾经为道神 被从道界打落下来 单论个人战利 中越的皇朝 挑不出一个 能够与四面神 并驾齐驱的存在 哪怕是雷泽古神神后 娘娘也不成 而从道神境界 跌落下来的 华须娘娘也不成 华须娘娘 因为意识漂流在 混沌中太久 肉身死亡太久 错过了七道轮回 开辟的辉煌岁月 道法神通 已经跟不上时代 实力要比四面神 逊色原意 但是 道解大阵 足以弥补这一点 大一统道解 也破解不了 我的混沌神通 四面神微作 天化作大大小小的天穷 高悬在他头顶 宝光如霞照耀 从一层层天穷映照下来 护住上方 万法不清 黑白二帝 则化作黑光白光 如同一卷黑白太极图 光明交替 旋转不已 准备硬汉道解 四面神坐在那里 任何一尊大帝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 看到的都是自己 最为完美的自己 即便是中月和风孝中 看到的四面神 也是道神境界下 无缺的自己 他们向四面神宫去 仿佛在与 一千六百多尊 道神战斗 一念万界声 四面神的神通 不愧是当年 被赞誉为无解的神通 试问 谁能战胜最为完美的自己 但是这次并非是围攻 四面神可以映照出 无数个空间 无数个细节 无数个角度 演化出无数个完美的敌人 来破解对方 但是中月他们这次施展的 却并非是自己的神通 而是合力施展出一种神通 道解 那股分解一切粉碎一切 令一切大道瓦解的威能 从四面八方涌来 所过之处 形成四面神 无数面底无数空间 纷纷破灭瓦解 荡然无存 一念万界生 神妙无穷 但是在大义统神通的面前 这种曾经无敌的神通 曾经将中月 风孝中 雷泽 神后 天 前都 向往打得落花流水的神通 遇到了致命的克星 一股股震荡传来 一念万界生被一层层瓦解 一层层毁灭 露出四面神的真容 接着后天生灵 所创造最为强大 最为恐怖的神通 与四面神 黑地 白地和天遭遇 生命大道 四面神怒喝 身躯斗变 化作大四命的形态 顿时四周 错落而立的一尊尊大队 感受到自己的生命 在飞速流逝 这种流逝是致命的 他们是后天生灵 在面对掌控 生命大道的存在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自己的寿源被轻易剥夺 他们的道解威力 开始急剧衰落 因为自身生命的流失 导致他们肉身原神 都在衰老衰亡之中 对于道解神通的掌控 也大大降低 他们的肉身迅速干扁 哭老 原神精气流失 后天生灵的悲哀 即便是修成递进 也无法摆脱 四面神以大四命形态 催动生命大道 抓住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而几乎同一瞬间 中月脑后七道光轮 陡然光芒大放 定住时光 形成时光轮回 将朱蒂笼罩 时光在迅速回流 朱蒂干扁的肉身 枯萎的原神 在飞速膨胀 重获新生 道解的威能 也在回归 在我面前操控时光 白帝周身光芒大放 试图破解中月的 昼光大道 两人的神通碰撞 白帝闷哼 感觉到自己的昼光 根本无法与中月抗衡 四面神 你的消息有误 他修成的七道轮回 不是空间大七道 而是昼光大七道 糟糕 白帝还未说完 突然时光逆转 七道光轮次地落下 将他套住 他周身的时光 飞速回流 修为昼降 不断回到从前 寝刻间 他便回到了十万年前 因为黑暗圣地 而造成的修为暴增 也因此而被打消得一干二净 那时光还在围绕他倒数 追回曾经在他身上流逝的岁月 不断向过去回流 想要将他打回到他出世之前 将他变成还未诞生的胚态 这便是昼光大七道轮回 中月还是头一次 全力施展自己的七道轮回 四面神和天等人 一直以来都以为 中月修成的是 空间大七道轮回 没想到却是昼光 消息有误 试了先机 让白帝被困 跌入昼光七道之中 诡异的是 而是他身上经过的时光回流 他的真身还在现在 中月只是将他经历的时光单独剥夺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唯有完美的昼光大七道轮回 与此同时 只听轰隆一声碰撞 道解神通与四面神 白帝 黑帝和天正面遭遇 恐怖的威力爆发 四尊当今世上最为强大的存在 奇奇吐血 大到败坏 各自遭到重创 黑白太极图哗啦破碎 黑白二光分开 一冲重天穷背 打成破筛子 天空血流如柱 而且是万千道血柱滚滚落下 四面神可写 他受创最重 因为他的战力最强 修为实力最为深厚 游在受伤的天和白帝之上 这次道解最主要的力量 便是针对他而来 其次便是白帝 与中月比拼昼光大道 中了中月的昼光大七道 自身时光已经回流到百万年前 修为直线跌落 地级开辟之前的混乱时代的修为 根本无法对抗这个时代的神通 中月面色冷然 这次他的杀手剪暴露 为的就是将这四位先天神魔领袖 一举铲除 道解 他一声令下 道解神通第二次爆发 将四面神等人再次淹没 一层层天穷破灭 哗啦啦破碎 随即再次组合 但元气大伤 白帝和黑帝的肉身被打得粉碎 两道光芒再次重组 已经大不如从前 而四面神则是遍体鳞伤 气息伪顿 两次与道解碰撞 他们几乎油尽灯枯 自身的大道被瓦解了半数之多 残存的大道和修为 也是破破烂烂 不堪大用 必然接不下第三级 四面神的确强大 强大到几乎无敌的程度 单对单 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两次道解 也是以他为主力挡下 以一念万界生化作万千姿态 生生挡住道解的大半威能 但是他的伤势也是最重 绝对无法接下第三级 再来 中月报赫 一千六百多尊大帝 第三次催动道解神通 道音大作 洪亮无比 仿佛是六界的无数大道在共鸣 他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后患 解决掉四面神 黑白二帝和天 这股威能更加浩瀚 道解更加璀璨 以无敌无匹之势 将四面神 天和黑白二帝淹没 就在道解的威能全面爆发之时 突然 中月心声警叫 风啸忠也急忙抬头 然后他们看到一个黑暗中的身影 再向他们走来 诸天无道 起源神王 两人心头大震 只见那尊黑暗中的身影走来之时 面目被道解爆发的神光所照亮 与此同时 一股晦涩无比的震动传来 朱棣纷纷闷哼 一个个突然丧失了一切法力 丧失了对大道的操控 无法站稳身形 那个身影模样 与起源神王一般无二 走动之时每一步跨出 便似有宇宙深处 传来一声鼓声 震荡不绝 他每走出一步 朱棣的身形便震荡得更加剧烈 他迈步走来 一步又一步 让道解大震越来越不稳 最后一步跨出 他的阴影笼罩朱棣 将所有人都照在 那恐怖的阴影之中 朱棣的身躯 如同蝼蚁一般 从空中跌落下去 道解神通 顿时四分五裂 那尊起源神王面色淡然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轻声道 蝼蚁 忠岳与风孝中 都精通诸天无道 在诸天无道上的造诣极高 但是这尊起源神王的造诣 还远在他们之上 让他们二人的身形也是不稳 鼓声震动 让他们的身影也在震动 两人突然身形交错 忠岳脑后光轮转动 光轮仿佛化作一众重天 每一重天空之中 皆有一尊伟岸存在 而风孝中脑后光轮之中 星光照耀 尘袖裂部 道解 两人齐声抱贺 功向那尊起源神王 也是蝼蚁 那尊起源神王脸色淡然 副手迎来 第1399章 真假起源 这尊起源神王 是从外部袭来 一举瓦解朱棣的大盗 将朱棣打落 破掉道解 而现在 却是忠岳与风孝中二人 联手施展道解 与他正面冲突 道解与诸天无道碰撞 这还是头一次 到底是威名赫赫的 诸天无道威能更强 还是后天生灵所开创的道解 更甚一筹 那尊起源神王的手掌附落 他的掌心传来奇特的律动 顿时大道沉寂 天人武衰 生命不存 生灵不存 即便是陈塑七道轮回 即便是昼光七道轮回 统统被克制 被压制 忠岳和风孝中 都感应到掌心中传来的那种 难以言喻的力量 似乎一切回归起点 似乎也是回归祭祭的终点 无论在一切的起点 还是一切的终点 都没有大道存在 也没有神通存在 更没有任何生灵 起源 既是起点 也是终结 对于诸天无道 忠岳和风孝中 都并不陌生 他们都曾经对这门神通 研究过无数次 但是与真正的诸天无道抗衡 他们还是头一次 这一次面对真正的诸天无道 让他们意识到 起源神王手底施展出的诸天无道 与他们从前所见的诸天无道 甚至道神之宝的目骨 都大不相同 这门神通的强大之处 仿佛是宇宙诞生的那一刻 又仿佛是宇宙毁灭的那一刻 静止了时光 混沌了空间 演绎出他们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威能 他的神通中 没有道 无道何以成神通 两人与诸天无道碰撞的一刹那 心头震撼无比 无论是忠悦还是风啸忠 都感应不到诸天无道中的道合理 这完全是不可能半道的事情 没有大道的支撑 就无法成为神通 这是万古不易的功力 天下任何神通都是道的表现 古人创造神通 是仰慕先天神魔的力量 观摩先天神魔的形态和举止 创造出图腾 用图腾连成神通 而先天神魔 就是道的凝聚体 后来道法神通发展进步 逐渐有人跳出观摩先天神魔的范畴 开始参悟真正的大道 以图腾文凝炼各种大道 这时神通才发展到更深的层次 以图腾大道化作神通 比单纯的观摩先天神魔 拥有更强的威力 至于先天神魔 它们本身便是大道 所生的奇异生命 一举一动 都是大道表现 都可以化作神通 迄今为止 中月和风孝中 都还未曾见过 有哪种神通 不依靠任何大道的力量 便可以施展出来 更别说诸天无道的威力 还如此强大 没有任何道理 在其中 绝不可能绊斗 然而 这尊起源神王却绊斗了 这才是诸天无道 最为关键的一环 恐怕只有做到 泯灭了一切道理 才能做到真正的诸天无道 不过道解神通 自从创立以来 也从未败过 从未遇到真正的敌手 中月和风孝中抱贺 诸天无道与道解 终于实打实地撞击在一起 两人同时闷哼 身躯大阵 诸天无道击破道解 让他们体内的大道顿时错乱 大有掩气息骨的征兆 他们先前可以对抗诸天无道 是因为传递而来的 仅仅是鼓声 而他们对诸天无道 都有着极深的研究 而现在却是直接与诸天无道正面抗衡 毫无保留的碰撞 那鼓力量太诡异 在与道界碰撞的一刹那 侵入他们体内 嗡嗡嗡 中月脑后到道光轮疯狂转动 从骤光七道轮回切到空间七道轮回 又从空间七道轮回切到智慧七道轮回 再切到陈秀七道 元魔七道 元神七道 万道大轮回 一种种七道轮回被他连连切换 试图泯灭诸天无道的入侵 风啸忠也是同样连连切换七道轮回 中月参严过浮明道尊留下的福西神人像 因此对此道深有研究 而风啸忠却是字物 造诣还在中月之上 不过两人的树叶有专攻 一个完善了陈素七道轮回 一个完善了昼光七道轮回 各有其完整的轮回 其他轮回都并不完整 与此同时 对面的起源神王也是身躯微微晃动 却没有趁机追杀 让中月和风啸忠心头都是大震 这次的力量还在四面神之上 恐怕只有联合诸地施展道解 才能让他负伤 击溃他的诸天无道 此刻 1600尊大帝稳住身形 正遇上前 突然神魔二帝出现在起源神王身后 两尊太古神王错乱神魔大道 让一尊尊大帝都是忍不住一声闷哼 体内的神道魔道失控 难以维持道解阵法 走 起源神王探手 将四面神 天 黑白二帝托起 脉步向后退去 一步 一步 不快不慢 而在此时 只见一株微微古树出现 树下 有一尊起源神王 身后是一尊尊太古的神王 一只手掌托出这株古树 这尊起源 正是站在大四命的掌中 牙子欲裂地 看着对面的那尊起源神王 大四命的身影徐徐出现 手托生命古树脉步走来 也是不紧不慢 一步 一步 咚 咚 咚 两人的脚步似有奇异的律动 那尊起源神王 每后退一步 便是诸天无道爆发 而大四命每跨出一步 便是无垠生机怒放 以勃勃生机和生命 开辟无道的起点 开辟无道的终点 你到底是谁 大四命掌心中 起源神王历生喝倒 为何偷袭我 为何暗算大四命 你的本事 无需藏头露尾 何不现出你的真面目 对面的起源神王依旧在后退 仿佛步步都踏在他人的心窝上 悠然道 我就是起源 起源神王 你不过是我的构身而已 你已经忘记了 你是我的构身对不对 起源神王勃然大怒 飞出生命古树的笼罩 诸天无道爆发 向对面的起源攻去 对面的起源抬手一震 起源神王顿时叠血倒飞而回 撞在生命古树上 随即翻身跃起 又是挖地吐了口鲜血 大四命步步紧逼 只见两人之间的距离 还是不远不近 始终无法拉近距离 那尊起源突然转身 呵呵笑道 大四命 你真的已经过时了 落伍了 他转身之时 大四命竟然还是没有寻到出手的机会 不由微微皱眉 却见那尊起源神王 带着天 四面神 黑白二帝和神魔二帝 身形越来越高 向道界之门而去 那道界之门中 一朵莲花倒挂下来 层层叠叠的花瓣垂落 将它们包裹在花蕊之间 随即莲花合拢 缩入道界之门中 消失不见 我在道界开辟之后 打入过道界 他的声音传来 大四命 你可以试试看 大四命皱眉 手托生命古术 迈不向道界之门走去 却见道界之门中光芒大放 紫竹 莲花 木骨和一道白光浮现 门中还隐隐有雷霆涌动 大四命拖着生命古术走上前去 没过多久 连人带树被打落下去 树上的诸多神王 也因此遭到不清的创伤 中越走到大四命身边 抬头仰望缓缓闭合的道界之门 目光闪动 难难道 这般强大的存在 道界之门的后面 到底有什么 我曾经去过那里 看到冰山一角 很是残破 大四命看他一眼 抬头仰望道界之门 这便是我需要与你联手的原因 当年我联合诸神王开辟道界 被那个存在暗算 道界反压 将我压得粉身碎骨 我估计 当年的道界并未完全崩塌 可能开辟了一部分 道界虽然只开辟了一部分 但是却已经自成体系 其大道运转 有着自己的规律 而且 他成因片刻 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道神进入其中 道界便有可能越来越完善 其中的大道也会越来越强 现在的道界 只是残破的道界 但道神越多 便会越来越完整 中越疑惑道 道界为何会反抗你的进入 为何没有反抗那个起源神王 大四命的掌心中 起源神王微微皱眉 有些不悦 道 那思并非是我 大四命思所道 他有可能是打入道界 成为了真正的道神 没有落入道神陷阱 从这点来说 他倘若是打入道界 便不可能分出够深 自然不可能是起源道友 中越微微一正 笑道 大四命也怀疑起源神王 起源神王脸色一僵 大四命栩栩点头 道 我曾经怀疑过起源 我将他当成我最信任的道友 毕生的挚友 却被他背叛 将我暗算 以道界将我压死 以木骨将我意识镇压 并且将我诸多部下 统统压死在镇天府 但是 我没有想到 起源早已经被害 暗算我的另有其人 而这个假起源 以肉身本我踏入道界 的确强横无匹 他肉身踏入道界 自然无须奋出狗身 我身边的起源 是真的起源 中越又看了起源神王一眼 心中微动 倘若那个假起源 真的是肉身闯入道界 那么便有些古怪了 华须娘娘说 曾经与道尊一起去 起源圣地做客 并未见到破碎的起源圣地 也不曾见到死掉的 起源神王尸体 因此 假起源就是真起源 真起源 有可能是够深 而大思命则说 假起源肉身进入道界 没有割舍够深 没有落入道神陷阱 华须娘娘不可能撒谎 大思命的判断也很有道理 那么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而且 倘若假起源是肉身闯入道界之门 踏入道界成为真道神 那么他为何还要 去抢滑须娘娘的成道机缘 就算中月能够倒速时光 也无法进入当年的起源圣地 这个谜团还是无法解开 我在未来见到斩杀你的道光 便是从道界而来 而斩杀我的道光 也是从道界而来 大思命看着道界之门 喃喃道 道界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的命运 是否真的已经改变 第1400章 二圣问答篇 道界的确出了大问题 中月也曾经去过道界 那时见到了道界 无比丑陋的一面 心中着实震撼无比 大思命当年开辟道界失败 而他复活之后 见到道界的光斩杀了自己 之后 他才去寻找破解的办法 于是 寻到另一个被道界的道光 所斩杀的中月 破了其地心 改变其未来 期待自己的未来 也有所改变 只是 中月牵动的未来变化 越来越多 未来一片浑浊 无人可见将来 甚至连混沌 也无法踏足其中 而大思命心中的 不祥之感 却还是没有除掉 这种不祥之感 还是伴随着他 未来 中月笑道 大思命 你我联手 还至于没有未来吧 你现在的信心 已经不如从前了 大思命摇了摇头 拖起生命古术 一众神王站在树下 渐渐远去 道界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谜团 必须要进入道界 探知清楚 福西 你尽管掌控着 最为强大的皇朝 但是你的修为实力 还不曾达到 能够与道神抗衡的程度 他的声音传来 道界 总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 我总觉得 道界会干扰下界的运行 没有成为道神之前 你自己小心 中月皱眉 目送他远去 风啸忠走来 与中月并肩而立 疑惑道 大思命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道界的道 有可能会认为 我的存在 干涉了这世间 大道的运行 从而道界将我铲除 中月思索片刻 摇头笑道 这怎么可能 道界乃是一个世界 被誉为最为完美的世界 由道组成的世界 怎么可能会像天那样 诞生意识 主动铲除我 道无善恶 大道至公 不可能出现 大思命所说的那种情况 除非你威胁到大道 风啸忠道 道无善恶 无善恶 却产生了邪地 魔帝这些先天神魔 有的善有的恶 这是什么缘故 我觉得 道无善恶这句话 说的并非是道 没有善恶之分 而是不分善恶都是道 道界的道 若是没有意识 岂会数次阻止 你进入道界 中月微微一正 风啸忠继续道 天若是没有意识 岂会有天结 大道至公 更是一句笑话 福西神族 为何族灭 亿万族人几乎灭绝 大道的宫里何在 人族为何成为万族粮食 亿万族人被荡成牲口 长大了便要宰吃 大道的宫里何在 历次夺地之战 有种族被灭绝 宫里又何在 大道是没有志工的观念的 道就是道 就是一种运行规则 你干涉道道的运行规则 道便会灭你 中月心头微震 风啸忠笑道 我问你 世间原本有一道没有 中月摇头 道 我福西是开创一道 在浮明道尊手中 发扬光大 而后定行 一千六百多尊大帝走上前来 环绕两位强大智慧的存在 静静地听他们一问一答 世间原本有六道轮回没有 风啸忠继续问道 没有六道 中月道 也没有七道轮回 大司命开紫薇 大碎开虚空 浮明开六道界 确立六道轮回体系 这才有了六道轮回 师兄开辟陈秀七道轮回 因此有了七道轮回 我开辟轮回第七去 因此天地大一统 风啸忠道 宇宙开辟之初 无有生命 有生命大道否 中月道 没有 风啸忠道 那时有神道魔道否 中月若有所思 没有 混沌中有天道 有地道否 中月道 没有 这便是创造规则 风啸忠孝道 原本宇宙开辟之初 没有大道 宇宙运行 也有了大道 福西碧露兰 屡起于危难之间 顺应天地变化 时势变化 逆天改命 与天斗与地斗 如神龙脚腾 如大蛇潜伏 是为意 所以有了异道 中月露出笑容 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原本是没有天地大道 后来宇宙运行 渐渐有了规则 于是有了先天大道 后天生灵 顺应天地变化 时势变化 又逆天改命 那就是 违背大道规则 于是在此基础上 又创造了另一种 从未有过的大道 原本有山的地方开山 没路的地方造路 改变自然 也是开创大道 宇宙运行 开创出先天大道 后天生灵求生存 改变环境 而创造出道 道一可生 道一可灭 不必迷信大道 师兄 你的道横与心境 又在我之上了 风孝中道 道一可生 道一可灭 这才是道神 但你干涉到道界的大道运转 甚至要抹出某种大道 道界的道 便可以灭你 两人问答一番 各有所得 混沌于此次 也在一千六百多尊 大帝之列 文言连忙将他们之间的 问答记录下来 想了想 取了个名字 叫做二圣问答篇 准备呈现给自己的老祖宗 这次你的杀手锏 暴露了 被白地探知道 你修成的不是空间七道 而是昼光七道 风孝中传音道 他们知道了 你的修为静静 知道你的实力 而且此次起源 带着四面神他们进入道界 四面神再度成为道神 将来恐怕你会有危险 中越深深皱眉 皱光七道轮回 是她的本钱 原本是为了对付四面神 而现在暴露 下次便无法当成杀手锏使出 敌人早有防备 恐怕还会针对她的皱光七道轮回 早早准备对策 我今后的修炼方向 当时空间七道 尽早将空间七道轮回完善 中越道 空间七道轮回 结合皱光七道轮回 我未必会败 道界 莲花悠悠绽放 脱壁起源 四面神 天 黑白二帝和神魔二帝 黑白二帝和神魔二帝都市 第一次进入道界 不免四下张望 放眼看去 满目疮痍 破破烂烂 简直像是处在毁灭中的世界一般 浑然没有他们在下界所见的那么美好 道界须有其表 从外面看 种种美好 但进入其中 才看到败叙 这种场面 几乎令他们无法接受 他们幻想着道界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 这种幻想已经变成了执念深至于他们的道心之中 而经见到真实的道界 这种打击可想而知 道士天 已经随着钟月等人进入过一次道界 对于眼前的场景并不陌生 道没有多少失落 只是他的执念也深 不免有些失魂落魄 这真的是道界吗 黑帝南南道 是道界 也不是道界 起源神王道 这里是混沌莲内部 虽然在道界之中 你们并未进入道界 这座道界 嘿嘿 他笑而不语 四面神心念一动 万界丛生 局部迈出混沌莲花 进入道界 半身在外半身 在道界之中 再度成为道神 又保留自我意识 天蠢蠢欲动 也想踏出莲花 刚刚踏出半步 突然一道道光扫来 他跨出去的腿 顿时断掉 黑帝等人见状 连忙打消 也踏入道界的念头 朱军可以在此修炼 可以快速地治愈道伤 但是想要成为道神 则还要看诸位自己的领悟 起源神王笑道 进阶未到 便想踏入道界 便会受到道界的伤害 你们不要轻易冒险 至于天道友 你的情况特殊 浑身污垢 道界不容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妙 天的身躯如动 又有一条腿脚伸出 但是却大不如从前 走路有些博足 他没有面目的脸上 阴晴不定 冷冷道 道兄 你不是曾经告诉我 只要进入道界 我便可以成为道神吗 为何现在换了口吻 我说了你也信 天 你未免太单纯了吧 起源神王呵呵笑道 我说过的谎话 比你的念头都多 何况天道友 也并非是全信 你不还是准备了 补天计划天人计划吗 天冷哼一声 不再言语 白帝四下打量 突然笑道 道兄能够立足于道界 不被道界的道所左右 一定有办法 可以让我的道神之身 下界对不对 起源神王呵呵笑道 当年对付福西 白帝的道神之身 不也下界了吗 又何必问我 白帝冷哼一声 当年我的道神之身 下界的原因 连我都不甚寥寥 所以要请教道兄 起源神王道 顺道为而已 说到这里 便不再多谈 四面神走来 目光闪动 道 福西修成的是 昼光七道轮回 并非是空间七道轮回 跳出我的左右 我奈何不得他 而今 他又与大四命联手 拥有一千多尊大帝 大四命复活远古神王 道兄如何应对 起源神王笑道 大四命复活 福西开辟轮回 轮回第七区 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大四命的复活 是我让他复活 福西开辟七道轮回 也是我让他开辟七道轮回 为了让福西复活 大四命 为了让福西得到轮回疼 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他们还有用 还将完善大一统神通 大四命也将要让道界 变成完美世界 他们的使命还在 待到他们完成使命 才是他们命丧之时 四面神面色微变 冷笑道 是你破了我和黑帝的六道诅咒 让我在十万年前进阶跌落 坠入下界 黑帝也是脸色微变 想起自己封印在 十万年前的那些过去时光 起源神王呵呵笑道 混沌 我接你上界 不是补偿你了吗 你们放心 大四命和福西的未来 早有定数 我们尽可以看着他们挣扎 到头来 他们会发现 他们想要改变的命运 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过 四面神冷笑